最新的民調有2成多的民眾認為要更換 指揮官 那不知道指揮官這邊有什麼樣的 看法 我沒有回應 本土案例是5092 5092 那境外移入是80 那落地採檢72 居家檢疫採檢8 中症的病例從78人又增加10人 重症的人數由7人增加1人 11名裡面一位是重症 是50多位的男性 那打過3劑的疫苗 那他基本上有一個糖尿病的病死 那在加護病房 那使用呼吸器 那其餘的大概是沒有打疫苗的4位 那打過3劑的也是4位 那我們所關心的還是一樣 這疫情一定是會往上升 這樣子每天 這5000人就比昨天大概增加了23.4% 這樣的一個速度 那其實成長會很快 那注意就是我們相關的疫苗藥物快篩 輕重分流 要把它做好 那把確診 尤其是中重症的 要把它照顧好 基本上高風險的要及早來投藥 那我們是虧估說可能在最高點 可能有4.5萬 這是一個 每 就單日最高 他不會一直維持在高點 他應該都是一樣嘛 都是一個 起來的一個秋零 我們不希望他變成是一個 尖三狀 到今天還有藥物會來1萬5 那我們第一批的 第一批的35萬加2萬 我們今天都會全部到位 所以藥物一定會 能夠有充分的供應 網傳 就是說下週一開始 要用磁命制來做快篩 下週一沒有 這是一個假的訊息 請大家不要轉傳 那轉傳這是有處罰之餘 也是跟大家報告 我們這個這個社交距離的APP 到一個程度 我們大家也會來取消失聯制 不過目前並沒有這樣的一個宣布 那至於就是說 有關於在 大家講說賣什麼 賣那個 小黃卡等等的 那刑事局也竟是 展開了調查 那也有鎖定了相關的嫌犯 那馬上會進行相關的約談 那再次強調這是違法的事情 請大家不要 就是以身設法 想請教一下說 我們快篩實名制是否已經有確切上路的日期 那當然時間我們約約抓在5月初 要來把實名制上路 但我們也希望能夠盡早 基本的準備也都差不多了 那 能夠比較確定大概就是5月份在這個實名制上面 我們至少會提供5千萬劑 會提供5千萬劑 5千萬劑每一份 每一份是5例 所以基本上會有1千萬人 可以在5月份可以來購買這樣的一個實名制